全台疫情持续扩大 台东县议会也传出议员染疫 县议员许敬荣日前和陈公正20多名的相亲 乘坐游览车前往宜兰静香染疫 已经由卫生局送医隔离治疗中 目前议会正在进行临时会 14号原定南横公路考察行程 县议会紧急喊咖并进行了清销作业 也在上午11点开始 针对府会相关人员132人进行快筛 台东县议会一早气愤就十分凝重 清销人员也马不停蹄在议会周边 进行消毒作业 原因就是有议员成为确诊的案例 在这边做一个快筛的处理 大概11点开始会提供我们快筛这个机制 有我们的议员的密集建筑 我们做一个隔离的动作 我们这一两天就修会了 我们就修会做一个紧急的应变的措施 县议员许静荣日前和成功证20多名相亲 搭乘游览车到宜兰进乡 同车共有20人染疫确诊 并由卫生局送医隔离治疗 有一阵子临时会开议期间 14号原定南横公路的考察行程 也临时喊咖之外 所有议程也全部暂停 并将相关人员共132人 集中在议会门口进行快筛 索性全数都应信 应该要注意 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 口罩要戴满戴好 应该就会没事 现在快筛完了 营姓自己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平安 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本次县议会染疫 共有10人列为居家隔离 县府韩四位一级主管 共有20人居隔 现场饶庆林也再次呼吁 不列乌不恐慌 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才能降低染疫的风险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